Hello 大家好 我是桑普 歡迎大家來到8月22日晚上的桑普論證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桑普頻道 comment like share subscribe youtube patreon 看完廣告看完片和利用superfans的功能贊助支持本人 多謝各位 今個星期日8月25日和未來8月31日 羅冠聰將會出席一些演講會 也希望大家第一場已經爆滿了 第二場我現在收到的消息 還有少量的名額 希望有興趣的 可以進入台灣香港協會的Facebook專頁 裡面也有鐵文 裡面有一個link 希望大家報名 不報名 不准入場 不准拍攝 錄影 也都是特許的一些傳媒才可以去錄播的 希望大家注意 保重自己安全 要去中港澳的人士 請戴口罩帽子 遮蔽自己的身體部分 避免 暴露 那大家自己好地衡量 為什麽講這些東西呢 這一節我們都會講一些 跟香港和台灣有關的東西 都跟很多現在香港的人 或者想來台灣 或者在台灣本身的情況有關 那大家看過我時事的分析就知道了 最近就非常多關於 台灣 和香港有關的新聞 有個叫做全球華僑華人 中國和平統一的 什麼座談會 就是這些加加酒啦啦隊 一大堆中國統治部長石泰豐 中聯辦的主任這個 鄭雁雄 特首 這個 經常說現在還要推廣 香港要講性教育 就是大家一定要禁止 婚前性行為的 這個李家超 這個找了 Ronnie出來 找了 這個十一哥 就是兩位十一哥拿出來 very good 他們宣傳 要禁止 婚前性行為 非常有意思 他們各個三個人 現在同聲說 香港有前哨陣 一國兩制背靠祖國聯通世界 誰犯台灣 台灣當然覺得 你們根本這班人 在搞間諜活動 當然會更加 修緊對於香港的政策 昔日 台灣 至於香港的很多 有一部分 不合理的一些修緊 涉及到關於定居的情況 甚至說你在 大學 美心 醫管局做過事 都可以說有國家安全疑慮 曾在21、22年的時候 2021、2022年的時候 引起過軒然大波 後來在去年5月之後 大幅改善 很多不是直接否決 保留觀察 也不會直接用這個理由 去否決 除非他有非常明確的作證 而台灣政府也不需要 跟你說什麼作證 我相信他有很多的情況 很多人 在保留觀察 加了一段時間之後 我看到很多人都獲得了定居的證 定居證和身份證 古照 這一點是非常好的 當然 好花 好花不常在 好歌不是每天都會唱 所以希望大家花開堪哲 值需節 莫待無法堪哲 怎麼這麼說呢 台灣政府 漸漸將整個 Benchmark 由定居這一點 慢慢向前挪移 即去到 居留 或者在一個地方停留 對於香港人 按照台灣的港澳條例 有三種status 停留 比如旅客 停留 往簽就是一個月 申請多次出入境的 旅遊簽證是三個月 在台灣可以再續一次三個月 但不可以續第二次 要離開台灣 再回來 再三加三 這個是旅遊簽證 這個叫停留 第二種status是居留 即是拿residence 譬如你投資 你醫生 你專財的移民 譬如你讀書 你都需要有一個居留證 居留證拿到之後 半年之後才可以申請 健保卡 享受台灣的健保服務 OK 這個叫居留 居留期間 你接居留證 而不是國民 那你要定期要續證 你續到哪個時候呢 按照你不同的種類 看回你的法規 那可能 滿足一定條件 和有一定的財量權之後 就有所謂的定居資格 那你要申請 那別人有 絕對的財量權 批不批你定居 這個所有國家的移民的法規 都會這樣寫 那當然台灣有很多不透明的地方 我們以前講過了 台灣有不穿的地方 但情況已經是 大幅改善 避免滲透之餘 避免分化 減少很多不必要的衝突和矛盾 那現在他將浮標 慢慢去把關定居這一點 去到居留這一點 甚至停留這一點 都出現了很多的一些 出現了很多的一些 就是 延長審查的問題 有些公務員 社會問我是公務員 我申請來台灣旅遊 台灣政府有關的網站 講得很清楚 你們這班人 不要那麼快買機票 不要那麼快訂酒店 批了你的簽證才做 有些人手快快的 打算老臣在在 大安寺宜 就訂了機票酒店 誰知道別人的簽證 一直拖拖拖拖拖 不批 即是不批你的台證 那你不批台證 什麼就是台灣呢 只是旅遊 所以這些什麼情況呢 公務員 即是你今天你是警察 你愚蠢蠢寫警察在這裏 出事 那你說你不是鼓勵警察亂報 我絕對不敢 如果你的警察 或者紀律部隊 或懲教署 寫說我是 自由業 無業 失業 亂報 你覺得台灣的情資單位 是沒有你有關的消息嗎 你覺得它掌握不了你的目落嗎 你進來 發現你有這樣的問題 第一 驅逐出境 重則刑事審判 驅逐出境之餘 可能一段非常長的時間 都進不到來台灣 甚至永久不能進入台灣 如果有人發現 在台灣 有警察 懲教署等人員 或者國安人員 中聯辦有關共產黨的走狗 包括那些 議員的子女 包括那些不同的 三會成員 民建聯工聯會新聞黨等等的成員 他們進入來台灣 他們的家屬或其他人 希望 大家能夠去 報告 也希望大家 知道這個情況之後 就請 報告給台灣國安 甚至 釘著這個人 批他電話 跟著 也要將他依法 驅逐出境 也限制他再次入境 甚至要刑事拘留 挖出蘿蔔 帶出來 將他旁邊的人 爪牙全部拿出來 是不是應該要做呢 我也應該要做 是不是 所以我們應該要做這個基本上 舉報的責任 不是打香港 或是中國的國安而線 是打台灣國安而線 舉報這些人 這是必須要做的 你說警察 打了一份工 懲教處 怎麼這麼嚴格 就是這麼嚴格 你們這班 PK 有沒有這樣 去對待過 我們的年輕人 我們整班 在香港的人 不要給我解釋 你今時今日 2024年的8月 還在警察 服務 警狗也好 懲教處 食屎狗也好 請你們 全部 滾出台灣 你們的家人 同樣滾出台灣 No 我管得你什麼 No 拜拜 OK 這個是基本的原則 叫做 人鬼不量 這個是基本 很基本的東西 OK 好了 現在最近發生什麼問題呢 就有個個案 你可以看看這些細節 我把這個明報報道 倒一次給大家聽 然後我會分析一下 我會覺得這件事 我是認為台灣政府的 處理方法 是正確的 可能有些人就會認為 不要那麼極端 或者說 不要那麼激進 這個不是極端 激進的問題 而是做事是對的問題 大家先來看看這個案件 明報是這樣寫的 近年不時有指港人移居台灣面臨問題 一名香港公務員前年 2022年 申請除台籍配偶 就是台灣的太太 他在在台居留的時候 被他 就是他申請在台居留 比如說我依親居留 不是依親定居 和定居無關 是依親居留 所以我說現在他整個把關情況由定居 向前挪動 停留剛剛有情況問題 中間居留也有問題 你是公務員 你的配偶在台灣 台灣人有身份證 台灣人 申請醫生 和你的配偶在台灣一起住 被拒絕 上訴 拒絕的時間是2023年 上訴 結果 行政法院今年 再駁回他 即經過訴願 行政訴訟 全部都是輸 判辭透露 台灣方面 曾經要求市主 必須辭任公務員 和提供未來在台的居留計劃 你辭了公務員 我就批你來 還有你的居留計劃是什麼 你是不是真實的 但是這個地方居留 要這兩樣東西有了 才能獲得居留證 提到台灣的移民處 認為如果申請人屬於香港公務員 而有衍生 有危害國家利益 國家當然是台灣 的利益 公共安全 公共秩序的程式 就可以拒絕居留申請 並舉例 包括 包括宣誓或簽署聲明擁護香港基本法 效忠香港政府 且未離職 當事人 申請的時候 就表明 不會辭職 會繼續 做好他的工作 賺錢最實際 退休金最重要 又強調 只會在 逢星期五 至星期日 去台灣 他不滿意 單單因為公務員身份 就被認定具有安全風險 但理據不為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所接受 根據這個判詞 當事人是一名 香港公務員 負責的 很長的 督道建造工營房屋地盤的 土木土力探討工程 為地基結構工程和拆寫工程施工的 技術人員 技術能員 人員就是technician 他的台籍配偶 聽到了 在台灣 擔任公職 即他是公務員 他的太太是台灣公務員 並且已經是當地置業和登記戶籍 這個太太已經置業有房產 有業主是業主 而且有戶籍 事主前年2022年向台灣申請坐台依親居留 當地的核內政部在2023年 會跟當地的國安局和當地的陸委會審查 最後拒絕批准申請 這位陳姓人士不復上訴 去到台北高等 因為台灣高等行政法院 但是 在今年6月上訴就被駁回 潘池提及 台灣的移民署曾要求事主辭職 但事主拒絕 並認為他的職責和軍事和黨務無關 又說如果要滲透台灣 就不會逢星期 逢周末才去到台灣 質疑台灣 所指的危害國家利益 概念 空泛而且不確定 並且說香港所有公務員 都是被迫要簽署效忠聲明的 要求台灣具體證明它如何影響台灣安全 以及撤銷原定判決 我想這句說話他講的話 很荒謬 黨政軍 你說你和軍事黨務無關 我承認你和軍事和共產黨務無關 但是你和政有關 為什麼 李家超已經宣告所有公務員要 效忠要講政治正確 並無政治中立可言 這個李家超講的 我做回那個事 不是 整個公務員的體系 以及整個裏面的規則已經改了 已經和2020年 2021年很不一樣 白紙黑字 無法狡辯 第二樣 要滲透台灣 的確可以逢周末去到台灣 甚至一年去一日都可以 滲透不是在於你時間的長短 而是你的深度和廣度 不允許你的時間的 這個人既然說 若要滲透台灣 就不會逢星期 五、六日才去台灣 他在那裏 他在那裏 在那裏 就是想一下這些 Nonsense 是不是 第二件事就是 他反而就是 本港所有公務員 都被逼要簽署 效忠聲明 很多人不是被逼的 很多人是心甘情願的 喂 今時今日 現在走了 19到現在 走五十萬香港人 有二十幾萬去了英國 剩下的 可能去了台灣 加拿大 美國澳洲等等 國家很多 那你剩下的人 五五給 反共的 潛藏在心中的 然後有些是親共的 那是不是所有公務員 都被逼要簽署 效忠聲明呢 I don't think so 江文慧是不是被逼呢 江文慧不會被逼 江文慧都不簽 簽不簽都沒有被逼 這種人多不多 大把 對不對 要求台方具體證明他影響台灣安全 那我覺得 給你一個證明 你公開拍段片 譴責共產黨 在香港拍 譴責共產黨 譴責港特區政府 不要緊你來香港民筆 你來旅遊來台灣拍 在日本拍都可以 放上去 回香港 OK 那就證明到你怎麼不危害台灣安全 你又不敢說 我很害怕的 我很被逼的 沒有辦法的 你根本沒有辦法 你了解到任何一個國家的入境的法例 都有絕對財量權 停留 居留 定居 都是如是 不是台灣大支 你今天去日本 你去美國 你去英國 你去加拿大 你去澳洲 你去法國 你去德國 韓國 任何國家 人家批不批你簽證 人家有 絕對 多港無益 你可以不斷地嘗試用合法的途徑 去爭取 但這個記住不是你的 你的 不是你的 right 是你的 privilege privilege 不是你的權利 是你的 被人 恩述的好處 而恩述是隨時可以收回的 你要知道這一點 除非你已經拿到那個地方的國民身份 你和其他國民權利是一模一樣的 否則你隨時可以被人收回所有你的 居留的權利 而你接不接受你被定居的 完全是有財量權的 你只是就住的制度還 你不可能大聲說 要抗爭法律問題 不好意思 這個和法律問題無關 他採取這麼多行動 去到高等行政法院去打 證明他很想 即是他用依法的方式 來做到這一點 高等行政法院的判決說 當事人提及 被迫簽署 效忠聲明 反映事主對港府 沒有任意拒絕能力 香港公務員 就是你基本上一個香港公務員的身份 在台灣有居留資格 然後 形同人在台灣地區為香港政府 異地辦公 公務員 即是 remote office 那你當然啦 你說一至五我都在香港 那很簡單 如果你在公務員大把架 我知道 你請假的時候來台灣 那你基本上是 掛職在香港 然後在台灣居留 你問一下 你問一下加拿大可不可以接受這件事 你問一下美國可不可以接受這件事 又可以的 那你為什麼不去呢 如果不可以的 那你講來做什麼 是不是 那我老婆在台灣 那你就申請來 旅遊 申請停留簽證 就不是申請居留 停留就是旅遊 居留就是 長期的 可能一年 才續一次 那你不是每個 星期六日 申請 一張多次出入境的三個月 到了期了 那就繼續 再申請 那你可以怎樣 那你為了 省卻這些麻煩 省卻每三個月申請多一次的麻煩 其實你居留只要一年申請一次 或者更短期間都有 既然是這樣 你還要花那麼多時間去打官司 我覺得很不明白的 那麼他又認為 當事人基於任職公務的利害關係 不得不擁護支持中國共產黨的各種行為 聽著這一句 當事人基於任職公務的利害關係 你不得不宣誓 當然不得不支持擁護中國共產黨的各種行為 我為什麼要歡迎這樣的人來台灣 除非有反證據都出來 否則我覺得為什麼要歡迎這些人來台灣 跟非香港政府公務員相比 當事人仍有較高的可能性 為中共從事內部滲透或情報工作 裁定台灣的移民署 有法理依據 要求事主先辭職之後 才申請移居 才申請居留 又說事主 即是當事人仍然可以申請單次或多次出入境證 以使用台灣的醫院和銀行等服務 當然我告訴你 如果你是一個旅客 你可以申請 做到台灣銀行服務基本上機會不大 但你是一個台灣的醫院 基本上是修理的 你可能沒有健保的話 你要交比較高的費用 比較棘的就是銀行這一點 但各位不好意思 你沒有辦法居留 因為你今天 香港公務員要拒絕辭職 記住這個案件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是他的太太都是公務員 所以不可以將這個案件泛化為所有公務員都要採取同一個標準 未必是這樣 在這個個案裏面非常特別的一點就是 當你 丈夫申請者是香港公務員 太太就是台灣公務員 這個情況就非常 大問題 問題 今天如果你來到這個地方 會不會在這個地方 內神通外鬼的問題 那整個是完全 會出現 現在斬斷這件事 反而 對台灣 OK 那我就會這樣看 一 你申請 旅遊簽證 可能要等幾個月時間才批你一次 那你要等的 沒辦法 你夫妻無法團聚 對呀 這樣 那你今時今日 你如果要有國誤 要來台灣居留 請你放棄香港公務員 你沒有國誤來台灣居留 你一定被否決 你沒有誤 誤是沒有理由的 這個我講得很白的 是啊 以前八十年代九十年代 千多年代 怎會這樣 今時2024年新香港 全面管治權 整個公務員的守則 完全改了 你真的 你不要喘著 明白莊糊圖在這裡 炸傻扮謀 事實已經改變了 人家怎麼看你 是一定零眼相看 不是正面那種零眼相看 是 嚴密審查你那種 零眼零眼相看 是很悲哀的 可能你真心為民主 我不知道 還是假意為民主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認識你 我不知道 但是你申請來這個地方 仍有合法途徑 我經常在這個節目講了很多次 花開堪節 直需節 莫待無法空節 一堆人在這裡 為一賺錢 其實他不是窮的 他是貪的 他不想動 他不想冒險 於是繼續在香港 磨磨磨 摸到最後 有些不順利 一些不順利在以前 會出現 現在出現 就在那裡 呱呱呱 我覺得這種人很多 你會看很多這樣的人 會陸續出現在不同地方 但平情而論 今天是一個很特殊的個案 他否決了這個案件 而且記住這個案件 是2022年的時候 已經是 已經是申請 23年否決 是跟近期的情況 沒有什麼關係 就是我記得 2023年5月左右 台灣有一個比較寬鬆的定居政策 OK 但是你說在2022年的時候被否決 申請23年否決 我不知道否決的時間是什麼 但肯定在那段時間 我會比較相信 情況都非常嚴峻 飽關非常嚴 而未來台灣 飽關嚴格 會繼續下去的 今天陸委會的這個 副主委 梁文傑 出來講得很清楚 這個否決是正確 歡迎 這一位 陳先生 可以在 辭去職務 已經割斷了 跟香港政府的關係之後 再申請 依親居留 這個很合理的 當然批不批是另一件事 但起碼 你沒有了這個阻礙條件 先再考慮 如果你有這個阻礙條件 就不好意思 沒辦法考慮 我個人認為 是正確的 是 你做的是技術人員 但是今天 共產黨怎麼操控香港的方式 往往都不是派黨政軍的人來做滲透 有多少白手都可以這樣做 當然你說我是 深清正白 迫無下 我絕對不會做這樣的事 你要我怎樣保證都可以 我怎樣切結都可以 喂 很多人都會這樣 是不是 人家台灣政府只要求你這件事 你是不是想去陪你太太 行 那你有沒有想來台灣再闖新世界的決心 你沒有 你就是抱著你份工 於是不想動 各位 你要移民的話 就要這樣做 你希望又保住以前份工 又要移民 哪裏有這樣的 這麼傻的東西 大哥 然後我被迫宣誓效忠 那我只是說真的 被迫和不被迫都宣誓效忠 你今天你已經宣誓效忠 說這個是發假誓 說真的如果你的個人資料被香港政府掌握到 你是很傷的 你是發假誓 那你今天就算你發假誓 香港政府不阻礙你了 你來到美國英國加拿大澳洲上申請移民 然後人家就說 那你以前發過的誓 你說你是假的 我怎相信你今時今日 你在我面前發的誓是真的呢 你怎樣解釋 我可以切結的 你自己的totology 不斷反覆說自己保證自己 是沒有意思的 所以為什麼有些香港人去到其他地方 會很黑人爭 因為他覺得當地的居留證 只是一張什麼呢 只是一張演唱會飛 只是一張八達通 只是一張pass 即是叫做 好像去到迪士尼樂園 玩那些 fastpass 各位你這樣想法 人家真的 不知道好笑還是很生氣 人家給你的居留權 是給一些真心誠意 想來這個地方居住 長期居留的人去拿 否則你不就用旅客身份去做 人家有你整個政策 框架人家是國家 每個國家有他自己去處理問題的 方法 他當然是給一些真心想居留的人來居留 是吧 一大堆香港人 拿了些passport之後 就跟著 一聲回香港 其實我告訴你 台灣是非常對這些人有反感的 就算你今天這樣說 英國都會有統計 他們移民部門 你現在5加1未完成 如果5加1 訂成完成 加1 拿到英國護照之後 我想回香港 然後不在英國居住 有 現在的調查研究 就是 現在二十幾萬 在英國居住的香港人 有大概 62% 都是願意留在那個地方 不回香港 說明不回香港 只有2.9%左右 是說會回去的 就是拿到身份之後 就回去 人數相當少 當然一定會有這樣的人 但是這樣的人我會說 你說家家那本難言的經歷 你記住可以說一些相對主義的東西 但是你站在英國的立場來看 你為什麼要拿這條國籍呢 你都不是效忠這個地方 你都不是在這個地方生活 For what 就是你今天 譬如大家住公屋居屋 在香港 你明明住在1801 然後你不斷要申請1803的單位 要那個地方 你都是有居留的 這個住戶的資格 但是你從來都不會在那個地方住的 刺了它 那請問人家怎麼給你103 你想一想 這個基本的邏輯 你不用的 生人霸死地 你當它是一個free pass 來看法 就像數 那樣 很多香港人是這樣想的 就覺得這些全部都是 Q 來的 我覺得這件事 全世界的國民 大部分都不是這樣想的問題 你要找這些 食腦撿生 轉小漏洞的東西 被人看到 這種大香港主義 和一種叫做自私的精神 被人看到 是很難看的 是很外眼的 我告訴你 每個人 就是 做好決定 然後為自己的決定負責 你要在哪個地方居留的 做好居留 哪個地方做國民的 就好好做國民 上市期間會有很多挫折 明白 這是另一個問題 但是不是用 剛剛這個陳生的方式 去處理問題 台灣陸委會在2020年修訂 香港澳門居民進入台灣地區 及居留定居許可辦法 這明明是 不會許可 就是 應該說 是有權 不許可 明報寫錯東西 是得 不許可 現在或曾任職在大陸地區 行政軍事黨務或其他公務機構 或其於香港澳門投資機構 或新聞媒體的香港或澳門居民 在台居留 即是他有權否決 對於有港人過往不滿移居台灣的申請被拒 或欠未回覆 港澳委會的港澳門創署署長兼賊聚會的秘書長盧長水 5月 曾經表示 近五年 港澳人士申請在台居留 並獲准者是5萬2千人左右 核准率是超過97% 這個是居留 剛剛這個陳先生可能是3%裏面 其中居留符合一定條件的港人申請 在台定居的核准率是近75% 並且不會因為曾任職 曾任的職業和出生地 等單一因素 一刀切 去拒絕定居申請 所以我就說 今天不是所有公務員都會被拒絕定居申請 要視乎整個情況 本案有個很特別的地方 我再說一次 是他的配偶 台灣人 都是在做台灣的公職 這點是非常特別的 所以究竟是怎樣 台灣政府可以加強多些透明度 也都將他有關的一些批准和不批准的典型例子公佈 也都說給香港人知道 你要等 和主要你們看的重點是哪幾個位 給人家有個依存的根據 絕對的透明度是沒有可能的 但起碼有一個 guidelines 有一個指引 給一些有關香港人士 現在是不是收緊了 是 那你說會不會長期來說都會這樣 是 會不會越來越重要 是 那我只是說每個香港人 要知道 例如台灣女遊 不要當 去深圳 那你去深圳 你就自求多福 OK 例如台灣沒有這樣的事 你就當要去做辦簽證 甚至沒有給你去日本 特區護照可以免簽去日本 你說去日本的話 可能都沒有那麼複雜 但我相信 不止台灣 很多國家會越來越嚴格做這一點 這個不是台灣的孤勵 去這樣做 而是 沒辦法 喂 你剛剛講過 全面管治權 公務員要 沒有政治中立 要效忠黨的 你說什麼都沒有用 事以西易 不是你的錯 不是陳先生的錯 而整個背後的環境已經變了 紅了 你看到你就是紅色 布幕前面站著公務員 那你請問你 你挑針和徽不清 可以怎樣 現在你有沒有禁止你依親的情況 不人道 不好意思 你就是辭職 來台灣申請 人道 你有路走的 這是基本原則 我希望大家要明白 那你辭職是不是一定申請到 沒有人說你把你知一定申請到 但基本上機會很大 你看之前出的決心 以及你究竟 你在做什麼 要放棄很多錢 所有的移民 以及居留也好 定居也好 都要放棄 你不放棄 你不割斷 這樣就沒有了 你要兩頭都要尖尖 雨露均尖 有些情況會找到 每個人情況不同 有些情況會找到 但是公務員 不好意思找不到 你怎麼找不到 你可以remote去做 土木土力探討工程 地基結構 你可以remote office 我不相信 OK 另外有件案件 都很簡單講講 是和台灣有關的 是因為 一個中國人 想來台灣跳機 什麼跳機不是機上跳下來 即是說他是 尋求政治庇護 尋求難民的保護 他輾轉去過 泰國 新加坡 來到台灣 買一艘飛機 應該去加拿大 在台灣轉機過程中跳機 希望尋求台灣的幫助 一看 這個人 沒有去加拿大的visa 當然 這個情況也不可以把你傳到加拿大 你沒有登機證 你是不是遣返回中國 或者沿路遣返回 泰國 新加坡 不會 現在已經是安全第三國 這是報導 在安全第三國已經送去的地方 台灣也不會踢 這個人 試圖入境 他沒有非法入境的問題 因為他不被批准 之後他也接受台灣政府的勸阻 之後他在地方 這種例子其實以前 陳詩明的案件 和其他人的案件都會有 那些案件通常的情況就是 轉進第三地 然後有第三地的處理 約乾年前 有一些 偷渡 這些更嚴重 偷渡入台灣的一些手足 東沙群島去到高雄 困了一段時間 台灣政府的目的 因為他們是違法入境 不想造成任何的惡劣先例 之後將他們 是Trump的 45任總統 追到最後一段時間之後 批准了這五個人 可以進到美國 可以去尋求有關的 政治庇護 那麼這些情況的話 也都是這樣轉進 你說台灣沒有屈人不義 不好意思台灣是沒有難民法 沒有政治庇護法的 他的情況對於香港來講 因為有港澳條例第18條 私行細則第25條 才有專案制度 給了一班人 能夠在這個地方 可以居留一段時間 可能可以 入籍成為台灣人 其實已經很好 你問我 低調地進行 而且正在進行中的 個案都不少 我就說香港有這樣的特例 中國有沒有這樣的特例 沒有 因為中國 中國是不歸港澳條例管的 是兩岸條例 兩岸條例裏面 沒有所謂的 這些所謂的 政治庇護 難民私隔的 事實上你可以說 緊急避難 或者替代收容 去處理 但是無論緊急避難 或替代收容 這些方式 都不代表 你是有 權利 在台灣 自由行動 成為這裡的 停留 居留 定居的人 沒有這些 沒有這個 階段 OK 緊急避難 是限於避難 不是避你一輩子 幾十年 這個地方都在 一個地方住 這些避難 是養起你的 退代收容 亦如是 所以是沒有任何機制 給這幫人 可以在這個地方 成為台灣人 如果這個 Flood Gate 這個 大的洪水門 一開了的話 不得了 大量的中國人 就 砰砰的聲音衝這個閘 這個就是 很不希望 看到這個情況 本案中 曾經號召紀念六四 出版小說 《失魂世界》的中國女作家 鄧麗亭 筆名叫做 抹露 抹露狂奔 不是抹露的 草花頭抹 抹理花的露 抹露 露水的露 雨露溫尖的露 抹露 摩露 一樣是同音 鄧麗亭 日前披露 她一家三口 和她的 先生和她的兒子 經過泰國 新加坡 在台灣跳跡 塵求協助 但被台灣 顯送離開 8月21日 她接受RFA的專訪時 表示她被公安威脅 如果回到中國 可能會被判贏 呼籲 自由世界 刪出援手 給他們的政治庇護 各位 你們看到 跳跡不是可以的 我再說一次 沒有台灣 或者任何的地方 台灣也好 日本也好 任何地方 你想那個地方跳跡 你說跳就給你跳 當然不是這樣的事 你那個地方要 跳跡 你沒有得到台灣 或者當地政府的事先核准 根本上沒有辦法跳跡 是不可能的 No 別人沒有這個資格 做這件事 而台灣政府也沒有資格 跳跡 你上去透過台灣 去另一個國家 而你沒有那個國家的 旅遊簽證 或者其他簽證 入境簽證的話 台灣政府 或者任何政府 都沒有任何的責任 和義務 要幫你辦當地的簽證 是你自己的責任 你今天逃亡 剛剛我們說的 例子就是 你要去申請醫生居立 如果你有一天 香港人去到某個位 要逃亡 你逃亡 你自己DIY Do it yourself 你不要 企望其他政府 幫你手 不好意思 怎麼伸出護手 你自己都不申請 匯郵簽證 關人什麼事 你有一本 合資格的護照 你就拿著這本護照 去申請某個地方的 旅遊簽證 是不是 你申請旅遊簽證 至於在一個地方 合法入境之後 申請政治庇護 或者申請有關的難民 台灣沒有 加拿大有 是不是 英國 澳洲都有 澳洲那麼多年 禁幾百人申請難民 批是多少人 不是五十個 是五個 英國批是多少 我記得是大約七十二個 那麼多年 2019年到現在 在香港方面 七十二個 加拿大算多一點 二百幾個 211 沒有記錯 這樣的數字 美國都是個位數字 兩位數字之間 就是 二十以下 所以看到整個情況 美國和 澳洲 收得最少 這個不是國民 是政治庇護而已 台灣收不少 我免得說數字 台灣做得很多 很多人在罵 台灣政府 很多東西 我會覺得 我不是為他們 說話 我只是說數字 給大家聽 台灣 一堆人 是不是 我都 倚民目睹 幫過很多的 年輕人 他們 本身 劃讀書 劃做事 都是基於 這個專案的原因 讓我留下 這種我們叫難民 是和剛才說的 移民無關 你問我個人 我會更加 同情 著重一些 難民的情況 因為他們 因為政治因素 而必須離開香港 而對於那些有手有腳的移民 你只是做forum shopping immigration shopping 是你自己的自由市場裏面 自己去發揮的東西 你踢很多東西 有很多東西 慘無人道 來不到這個地方 我告訴你 現在我們香港的人 就是孤兒子 真的是這樣 有很多東西 是不是什麼東西都 拍拍後門 可以解決到呢 是不是 還有拍後門 去解決問題 是不是應該我們要採取的方案呢 所以你問我 我跟大家已經說了很多次 我不是任何個案服務的 我是為政策 的改變去服務的 我也都不收 任何人的錢 任何人的協助 因為我們要怎樣去做一件事 你要找一個轉解律師 和我無關 他們自己幫你搞定 還有律師也幫不到你很多東西 你要自己跑 你要自己做 自己奮鬥 這是每個人要自求多福 不可以不斷地去捋別人的東西 你如果去到這個時間才捋 已經遲 時間是不斷在流逝 我已經在這個節目中說了很多次 OK 今天鄧麗霆就說 他在網上發過鐵文 也都是 他說他家只想過一個正常生活 人權不受侵犯 免於恐懼自由 好像我們生在一個專制的國家 半生都活在恐懼之中 逃亡仍被追捕 警察親後說我的案是 廣西重案 如果我被中共綁架回去 我至少要坐七年牢 還威脅要令我的兒子都陪他一起坐牢 他說我們一家人 從中國逃到泰國 泰國到新加坡 都沒有辦法申請到難民 也沒有得到政治庇護 其他申請是石沉大海的 我知道台灣沒有難民法 但是我們真是走投無路 才向台灣求助 真是非常抱歉 我一直都支持台灣 反對武力統一 願主與你們一起守護 這一片自由民主的地方 然後 台灣主管入境事務的移民署 回應說 鄧女士等三人為來台 是來台的轉機旅客 轉機期間 提出前往西方國家的訴求 並恰信台灣庇護相關法規和可能性 但因為未具備前往西方國家的簽證 因此無法前往 另外在得知台灣目前法定規範之後 移民署國境事務大隊 依當事人的意願和依據入出國 及移民法第五十條規定 安排前往 安全第三國 鄧麗霆 在前往 安全第三國的時候就說 台灣工作人員說 台灣無難民法 確實不能夠被我們保護 我說 想要他們幫忙 聯繫第三國 他沒有倆的 他希望台灣 幫忙聯繫第三國家 誰願意收留都可以 他們說 沒有這樣的責任 幫忙聯繫 當然啦 你是誰 你是大爺 那你自己聯繫 我不懂英文的 那你閉嘴 那你就是這麼基本的原因 你沒有能力的 就不要搞那麼多 所以今天不是說你苦 你是大了 你也要有能力 基本能力你要有的 他說他們態度強硬 其他不方便講太多 造成影響不好 他們說要我離開 一家人就已經離開了 鄧麗霆說 他們說如果給我提供庇護 或者留下來 是很麻煩的 等一大堆人跑過來 是不得電 沒有辦法的 就是說 做了先例作用 開了洪水閘 我們在台灣停留都沒有 超過24小時 很快 他們也很快 但我想想也不想回難他們 他們說 這十幾年幾乎很難 很難有人留下來的 提到為什麼逃亡呢 鄧麗霆說 他從今年六四前夕 發了一幅相 給廣場獻上一束白花 六月青年辭的訊息之後 就被抓被夾緊 今年6月3號 他說我在視頻號 我的微信微博抖音 發佈一條支持六四的視頻 很多人轉載轉發 導致我的視頻號 微信抖音全部被封 6月4號我和他的兒子 在重慶被捉 警察當著外面 做對我審問 威脅 推拉施擠 對我的兒子 留下嚴重的心理陰影 我們住酒店 他們在外面對我們監視 長期的日子我們都不敢回去 從那一開始 我們一家人就被人跟蹤騷擾 7月20號 當局將自己 在國內的所有的視頻號 公眾號全部消耗 沒有留下任何記錄 他覺得大事不妙 匆忙買了機票 展開逃亡 幸好沒有被邊控 他們飛抵泰國 連續幾天去了泰國聯合國 說我這樣很危險 要我離開泰國 說這樣太危險了 中共那邊也給他壓力 不讓我申請 要不就 推 拖拉他的 推托 拖拉他的 庇護 他考慮在泰國申請難民被遣犯 中國的案例太多 於是7月底 一家三學又輾轉到新加坡 他說到新加坡都很艱難 沒有難民申請 也沒有政治庇護申請 只能通過網上向其他國家 提出政治庇護申請 但長期的消息也有如石沉大海 他說我們在那裡 也有很多日 也很焦急 中共 怎麼都是威脅我家人 連我周圍的鄰居都被警察騷擾 他們都勸我回去自首 我在牆內經常用豬頭 去漏習近平和中共 這樣他們特別恨我 警察說 我的案件目前是廣西國保最重要的案件 這個當然是片面的引述 已經上升到中央那邊 也都比較嚴重 因為證據不足 還未立案 我走得快 好世界 警察說要判多久 起碼7年以上 這個情況之下 我知道他們肯定不會放過我 於是想去台灣跳機 被迫離開台灣的心情好不好 因為顧慮安全 現在不方便透露他的具體地點 真是好著急 好害怕 希望有能夠接收我的國家 相對安全 我們都願意 只要有第三國收留 就好感激了 希望盡快盡快 我們現在實在是幾危險的 他在今年7月1日中共黨慶日時發文說 7月1日是中共的生日 亦是網友家的豬的生日 8月下旬 鄧麗霆在X平台 鄧麗霆是末路 發佈兩個警察威脅她丈夫 勸她回自首的錄音 大家知道 他也是2022年 在美國出版的一部徹底批判 中國當局的小說 《失魂世界》 在場內敢於說真話 寫時平民 評擊 不公 拍視頻 揭露中國的黑暗 當然 中國對她的迫害是滅絕人性的 當然之前 剛剛說過陳詩明之外 陳詩明去了美國 已成功到申請政治庇護 另外維瓦尼和田永德 在台灣跳機 跟著就被遣返去 他前一個出發地 馬來西亞 也有 刺行前往第三國 另外有顏帕軍 和劉興聯等人 在台灣轉機的時候 跳機制達台灣的機場幾個月之後 獲得加拿大准許入境 更早前有黃燕 受到人權和宗教團體協助 在跳機台灣八個月之後 成功抵達美國 所以整件事都要事先安排 不是你心血來潮 想做什麼都可以 我講到這件事的話 大家就要知道 為何要講這件案件 香港現在進入一個 癌症的 開始 一切都是剛剛開始 剛剛講的陳詩 那件案件 只是個 開始 開始情況就是 他申請居留出現了問題 這個就是 開始出現的問題 台灣的情況 可能 極有可能 在其他國家都會不斷出現 你曾經任職公務員 你去其他國家 人家會加強審查 不是開玩笑 或者當你中國的幹部一樣 共幹一樣 去處理 你問 美國政府 英國政府 對於共幹 中共幹部 他們是不是要加強審查 會 我不能真心假意 I don't care 會啊 OK 所以這幫人 要在 地獄上 和魔鬼共舞 還是要到自由世界 重獲新生 是他們 dead or life的抉擇 是很無情的 但是 dead or life的抉擇 這個和你 八九至九七年間 去移民 買個保險票 回來回流 情況 完全 不一樣 因為現在香港的情況 某程度上 中共一日不倒台 是不可逆轉的 中共倒台的話 那當然這些全部 煙燒雲散 但是問題就是 如果出現的新強人普京 中國版普京 又去到原點 我都說我對中國的前途 一點都不看好的 所以這些人走 在這裏抱怨 現在你可以這樣說 好了 專任癌症 末期 中後期 就會出現 剛剛講這個 末路 即是鄧麗霆的情況 就是說 你要去跳機 你要被人抓之前 立即走 想跳機 如果你英文不行 如果你對於外國情況不了解 你對於這個所謂庇護收容 或者有關的制度 完全不掌握 你很吃虧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 先去了解這些情況 你去到那個地方 要去跳機 你沒有先得到別人的批准 別人真的 拿正來做 所以不要造成對別人的困擾 因為你造成對別人的困擾 也會有很大的問題 那你現在怎樣 末路就會這樣 那你說最後有沒有可能 可以 通過好的方式 轉進去到第三個國家 幾乎都不小的 但是你要很 低調 還有要很務實 做對的事 找對的人做事 這就是要相當大的 這個 魄力 勇氣 還有堅持 到時你不想跟香港割斷都不行 這就是要政治的手段 那你說我會怎麼看這個末路 或者鄧麗霆是不是真心誠意反共呢 我真的不知道 我不認識他 我不會說yes or no I don't know 我只是說我希望如果他真心 對抗這個政權 而都希望呢 給他自己的孩子好一點的環境的話 那我也希望 他能夠平安 也希望他能夠去到其他地方 如果他是間諜的話 那當然什麼都不用說了 我想就是這樣看 所以這些東西 你會外界的 外面的世界 如何看香港人 或者中國人 逃到在外面的情況呢 或者你要申請居留的情況呢 人家的看法就是這樣 我講這些東西可能 在香港裏面政治不正確的 你都不幫香港人的 我再講一次 香港人一半是親共的 一半是反共的 或者是 起碼拒共 那你問我對於拒共的那幫人 基本上是比較 價值觀相同 如果你是親共的人 那些香港人 為什麼你不幫 三譜你不是香港人嗎 不好意思 就是 我做人最基本的原則就是 你觀念價值 是要一致 我不管你什麼地方人 你不要用香港人 這三個字 是情緒勒索 李家超都香港人 林鄭月娥都香港人 梁振月都香港人 你幫不幫我 我當然不會幫了 是不是 是不是 就是不要說這些 而你今天你做的人 第一 你真心誠意 擁抱著真是美的價值 講真話行公義好憐憫 第二樣東西 你沒有採取自己 應該要做的手段 做好你自己的功課 去走你的路 遇到一些地方 可以找人幫手 但不要找人鋪路 殺人放火金腰帶 收橋保路無屍鞋 今時 今天 幫你收橋保路的人 我告訴你 基本上我覺得 沒有必要 可能是好心做壞事 每一個人 要為自己的路 去自己鋪出來 這全部公開的資料 你自己可以看 OK 去自己反省一下 自己怎麼做好 一件這樣的事 OK 我只能夠講到這裏 希望大家 都明白 我都講多一次 花開堪辭 直徊節 無法無法公子 你不要到時候 去到2025 2026 然後說 全世界對自己不住 自己是孤兒子 香港人 我告訴你 到時候 一堆人 這樣哭腹哭佛 但是時間 已經過了這麼多年 你現在才知道 要舔著香港最最後的敵 最最後才撤斷 他 在外面的世界的人 要怎麼看 這班人 我想大家要明白 情況和八九至九七情況很不同 當時也是一種 買保險的方式 去外國 拿了一個國籍 再回流的情況 很多 現在 不是這樣的玩法 當時有六十萬 這樣移民 現在五十萬 這樣移民 是五年裏 八九至九七總共跨渡 有八年時間 我相信陸續會有更多人移民 現在民會不會再回去呢 基本上機會不是很大 現在格局形勢不變 基本上不會 香港現在的情勢會越變越差 你問名居正也好 你問次反名夫也好 都會有這樣的情況 唉 希望大家 努力加油 可以怎樣 是不是 所以就 往前看 不是年代向前看 不是 money 是向 forward 向前面去看 這個才是重要 OK 我們下次再講其他議題